請拜託 稍微麻煩你一下 不會我們有強烈的後製 你看你希望製程什麼音我們都可以處理 對不起 我又佔用你一分鐘了 不好意思 那我從工程領域開始 然後一路走來 其實我在帶過一些企業 那我也自己創過一些業 那所謂創過一些業 基本上我是一個連續創業者 也就是說我從MBA回來之後 我先做一個太陽能的事業 那太陽能的事業是我 我租別人家的屋頂 然後在上面蓋太陽能 然後利用發電 然後再賣回去 利用賣電給台電的錢 然後再去付租金 那像目前為止 像在高雄 前面幾家的那個加油站的屋頂 就是我做的 那後來因為這個東西 官商勾結太嚴重 就覺得人生不需要浪費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後來就轉行 然後跑到去賣軟體 那基本上我賣的軟體 也是工程類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 基本上是從加拿大代理進來的 那主要是在分析 高低頻電磁波的一些反應 所以基本上我們合作的公司 大概都是 比如說像軍工企業 比如說做天線雷達 或是像台積電 做一些高科技設備的東西 去分析一些 高低頻電磁廠的東西 那我後來就變成了一個Maker 那為什麼會從本來的 在做電磁軟體的東西 變成一個Maker呢 基本上它是有些原因的 我們去Maker的地方 其實最主要是 我想要做一個自己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相框 它基本上是一個相框 它相框長得像這樣 那我為什麼會想做這相框呢 其實是因為我之前有環遊世界過 所以我在家裡的牆上 我弄了一張很大張的世界地圖 然後我就把我去環遊世界的這個相框 一個一個放在每一個我去過的國家 然後這時候 我朋友他們就會來 他就會問說 Jance啊 什麼時候去的 去那邊幹嘛 然後時間近了你還記得 時間久了你就在那邊 好像是日本吧 是東北還是關東啊 這你可能要問我老婆 那後來問久了就覺得很煩 蛤 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單身啊 我剛才有時候單身嗎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是不是有個辦法 讓這個畫面包含了文字跟聲音 所以我後來就是去Makerspace 自己做一個這個東西 你看到這個東西 前面都是我自己手做的 所以當它是有個標籤 這標籤上面有一個標題 這標題就是指它的內容 所以當你拉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文字 同時你可以聽到聲音 所以這東西其實它還蠻適合 所以這東西完全是客製化的 就是說它基本上包含了畫面文字跟聲音 比如說像你可以跟老婆拿來求婚 它可能是類似婚前協議書的感覺 你答應每天幫他做早餐啊 他每天早上就會拉起來給你聽 我真的有朋友是這樣 那或者是比如說 你送給你爸媽的母親節禮物 或者是你想要錄你寶寶第一次超音波的聲音 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那時候 這個idea是基本上我已經三四年前就有了 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後來加入了Makerspace 我加入了算是現在目前國際上最大的一個組織 叫做Fab Lab 我不知道這邊有人聽過嗎 有聽過嗎 所以我在那邊把我自己的創意做出來 那這個東西完全是我自己手做的 那我手做完之後呢 然後我就看到有些人蠻喜歡的 他們就說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推到市場上面 所以我就嘗試著從一個Maker的角度 去慢慢走到我們所謂的創造者變成創業者 那創造者變成創業者 基本上它是有一些困難所存在的 就是說現在有一個非常熱門的topic 叫做Maker to Entrepreneur 意思就是說創造者變成創業者 但是創造者變成創業者 其實它最大的關鍵 其實它就是在一個行銷的地方 也就是說基本上Maker已經把東西做出來了 但是做東西做出來不等於東西賣出來 你如果能把東西賣下去的話 其實你就是一個商業的模式 其實它就是一個新的方式 所以我在之前其實我一直做的都是B to B 就是我的客戶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企業 那這個東西跟目前所要做的Consumer Product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一些消費型的產品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基本上公司它有分成很多種 公司基本上它的產品有所謂的產品的力度 另外一個是行銷的力度 當你的產品很好的時候 你就不太需要做行銷 為什麼 因為你產品非常好 比如說像台積電 它製程很強 有些製程它就是一定要叫台積電做 那基本上是客人去找它 它也不用做行銷 或者比如說像台電或是像台水 你要水要電 你不去跟它買你也不行 所以它也不用做行銷 但是有些行銷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的產品跟人家差不多 或者是你的產品是一個新的產品 那你就需要做行銷 那如果以Maker的角度來講 它絕大部分都需要做行銷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能在Maker Space做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它不會技術非常High End 也就是說你基本上用一些木工 或是一些電焊東西都能做出來的 基本上不會是一些非常前瞻性科技的東西 另外一個是Maker通常做的大概都是一個新的產品 或是一個新的服務 也許你把一些東西combine起來 它變成一個新的元件 一個新的元素 然後應用在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上面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行銷很重要 那我們會發現說其實絕大部分的Maker 很多人他們可能是從理工科系來的 就像是我是工程師這種感覺一樣 比如說我對某一個方面有專精 所以我就去來做一個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但是做出來之後呢 理工人對行銷基本上是有點薄弱的 也就是說在一個數字的領域 轉到一個哲學的領域來說的話 基本上是有點困難度的 所以通常有很多人他們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我們要自己做行銷 我覺得行銷可以外包啊 行銷可以給更專業的行銷公關公司來做啊 我自己做行銷的好處到底在哪裡呢 那我會說好處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行銷基本上是所有公司的core value 也就是說所有公司的核心價值 意思就是說在現在的消費型商品來講的話 行銷非常重要 你必須從行銷去認識你的潛在客戶 你必須從行銷去認識 到底你的客戶真正的長相是什麼 你去參與行銷的方式的製作 以及你去參與整個推廣的流程 這個對公司的未來是絕對有幫助的 另外一個是熱情 也就是說一個現在的一個成效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是一個熱情乘以技巧 會等於成效 也就是說今天你找行銷公司來講 行銷公司它同時接非常多人的案子 它不可能一直在盯著你的案子 也就是說比如說你找一個FB代表公司 它可能會跟你說來來來你給我四張圖片 然後我幫你放上去看看 然後每一張換不同的文案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做 你自己當然最有熱忱 因為那就是你自己的產品 那其實是你自己的兒子 所以你會一直盯 然後你每次盯到不對的地方 你馬上就會改進 馬上就會換 所以你的熱情 你的熱情會非常大 它可以補足你技巧的不足 技巧是可以慢慢學習的 尤其是在現在的網際網路 跟社群網路的時代 比如說你透過Udemy 或者是一些線上的課程 其實你可以快速累積 目前現在廣告成效的一些方式 所以在我的建議 基本上你必須自己做 因為它可能是你產品的 可能是你公司的核心價值 假設你是一個 technology非常高的公司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不用行銷 你可以把行銷outsourcing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是一個新產品 一個新應用的話 我覺得你行銷必須自己做 另外一個是 你的熱情 可以彌補你的技術的不足 所以就算你要找公關公司 或是行銷公司的話 你也必須是全程參與在其中 那另外一個是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基本上它其實有非常多的方式 那我現在只舉出 我覺得最重要的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數字 也就是說用數字來說話 我們知道柯文哲打選戰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 用數字來說服我 那我們覺得行銷 在現在這個年代 基本上也是靠數字 也就是說行銷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傳統行銷 一種是數位行銷 傳統行銷指的是 像公車電視廣播這一種 你不知道受眾 你不知道有誰看到 你沒有辦法分析成效 那現在有很多是 比如像facebook 線上廣告 或者是一些社群的方式 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行銷 你知道你投入多少 你的轉換率有多少 你可以買pixel在你的網站裡面 去追蹤每一個上海銀網站裡面 他所做的動作跟行為 這個東西 你必須很精確地去分析 所以你自己做的話 你必須用number來說明 你必須用number去調整 時時刻刻做調整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Maker很容易做到的地方 因為Maker基本上 大概都是理工出身比較多 所以他們對數字會比較敏感 另外一個是意見合作 所謂意見合作 我們常常在講 我之前在跟一個前輩聊天 他說那個時代 他們那個時代其實是一個群體作戰 所謂群體作戰是什麼 我開一家公司 我找人當我的行銷 我找人當我的 sales 我找人當我的生產 我們做一個team 上前去打仗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不一樣 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非常講究意見合作 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是社群 所謂社群是什麼 當我今天 我想要找一個供應商的時候 我只要在FBPO 有人認識木工師傅嗎 結果有朋友回我 接下來他一個私訊就可以拉我 跟那個木工師傅 一起來做 discussion 所以也就是說 在現在的這個環境裡面 你要找人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說 我在做這個東西合作的時候 我搜尋Google 無念真 我就私訊給舞蹈 舞蹈我就回我了 雖然最後沒有成 我們後來有些事情沒有談好 但是其實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你非常容易去接觸到一些 很關鍵的人物 這個在以前 是完全想像不到的 所有的人 在FB上面都有粉絲團 所有公司也都是 你要做異界合作 基本上你一個私訊 就過去了 它就有可能會回你了 所以這是這個時代的優勢 也就是說異界結合 在這個時代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相框 我們現在跟婚紗業者合作 我們跟國賓合作 我們跟故宮合作 去做非常多 不一樣的cooperation 其實都是透過 這樣的方式去合作的 所以也就是說 在做Maker做行銷的時候 我覺得有兩個事情 必須是把握的 第一個就是 讓數字來說話 因為你現在資源不足 所以你必須把錢 用在關鍵的地方 你讓數字來說話 可以make sure 你每一分錢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追蹤到的 另外一個是異界合作 異界合作 就是你在社群網路的時代 你非常容易連續到非常多人 這對你來說是沒有成本的 所以你有任何的idea 你只要丟出去 盡量丟 有辦法合作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有加分的機會 那因為今天 還有時間 已經第二輪了 已經第二輪了是不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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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今天 基本上我大概也準備這四張 那其實裡面有非常多Mega 是不太容易在這地方很精細的講出來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從一個理工科 完全是那個理工數字的background 慢慢自己做行銷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謝謝大家 好 謝謝Jims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